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我叫林畢業 來自台北 在我幾年前讓退休的時候 我的同事問我 那你退休之後要接什麼 我跟他說 我要透過修行 為我即將帶來的老病死 做一些努力 後來就在一山師父的指導下 開始了禪修的練習 後來大概練習一段時間之後 第三馬師就跟我們講 他說禪修之後 最後還是要去修葬禮 這樣的話才會比較難 所以第三師父就帶著我們 到胡言室 來跟訪吉師父請保 去年的一月是我們第一次參加 就是參加六餐期 那要參加之前 其實我們內心裡面都會 就是會有一些談戶關 因為修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陌生 而且從來沒有接觸過 我們沒有什麼概念 那突然間要參加七日餐 其實心裡是有些關 那時候 立正法階會教我們說 你就把自己 當作是一團肉的肉團 然後這樣 把他丟在那個 鋪端上面 然後就 沒有什麼想法 也不要有 有什麼意見 就是法階會怎麼教 就怎麼學 他說怎麼做 就跟著怎麼做 那我們也就用這樣的方式 去參加第一次的殘期 那在參加殘期的過程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 我感受到師父那種 對法的任務 任務 就是對法裡的整個柔透 還有那種 通透 然後說法說的 讓我們覺得 就是 可以讓我們對整個國法 非常的 了解得很 比較深入一點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也是感受到師父 他對修行的那種 勇要 然後也在師父的身上看到了 就是師父透過修行以後 展現在祂生命上面的這種功能 然後也體會到說 師父他很想要把佛陀的信仰 就是傳遞給我們的那種熱情 還有那種 那種非常堅定的那種心 所以讓我內心非常的感動 那在殘期的過程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的 就是在古廉世殘期非常特別的 就是 師父是從早上 就陪伴著我 一直到晚上 從第一堂 第一堂的那個早課 一直到最後一堂 而且是七天 全部都陪著我 然後透過師父的 這樣的引導 指導 然後帶領 然後講解 然後讓我們在這七天裡面 完全就是融入在這種 我覺得真的是融入出風的一種 一種反應 所以 七天的殘期結束之後 我覺得 像整個人的身心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種轉換 內心真的是 有感受到那種那種 一種企業 所以 我就非常珍惜 能夠參加殘期的機會 我就跟我的先生 以及跟我的小孩 已經約好 就是 一月份跟七月份 不可以排家庭的聚會活動 因為 我不想錯過這麼精彩的 這種 殘修的這種 這種 這種機會 那我接下來想談一談 就是說 以前我對葬禮其實 會有一些 就是 覺得沒有辦法去路 然後有一點夢而去路的 就是因為 我覺得 他儀鬼非常的反復 然後我不喜歡那種反復的儀鬼 可是來到 來到這裡 發現師父所介紹的這種 修習的方法 是非常的簡單 而且容易就可以 可以練習 然後想說 我們原來是師父 把他四十幾年修 修 修陰堂這種 或者整個在佛法上的 整個敬禮的 所有的面具 把他整個融配貫通之後 然後幫我們整理出一個 非常簡單 容易學 而且呢 可以很快的 產生效果的一種 修行的方法 這個是 那我覺得非常難得的 所以 我沒有想到說 就這麼容易的 讓我就可以修到陰堂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一般跟隨著葬系的市長 言語上是沒有辦法 溝通的 都必須要透過翻譯 那在透過翻譯的過程 可能那個法 就已經沒有辦法 完整了一些 或者是說 總是就覺得 隔了一層的距離 但是我發現說 原來在我們台灣 就有一個 對密碼這麼熟悉 然後說了這麼的 今後的一位市長 然後 就在我們一起生長的土地 然後呢 講的是我聽得懂的語音 然後常常就是 臉說難易馬路通 所以 就覺得說 欸 對我來講 雖然我是從台北 南下高雄來求法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一點都不一樣 因為 有時候我內心裡面 現在好像升起一種感覺 也就是說 對於我們想要說 藏藝的人 在台灣的這一塊 土地的人來講 其實法律師傅 是我們的國寶 對 南公主 講過了 就是說 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不同的生活的內景 尤其是有時候 洛師傅會拿一些品譯 來批評嘛 來做一些說明 我就每次聽了 我都覺得 內心裡面都會會心裡笑 因為那個是我們 共同成長裡面 有經歷過的那個過程 然後師傅透過他的批評 然後把它融入在他裡面 那我們就很容易的 可以去 了解 那這個是 在收藏藝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想 分享一下 他說我在法上的這個收益 因為 師傅說 我的世界 就是我當心的事情 然後要內觀 然後透過不斷的 相對的去 絕對自己當下的身世 那透過這樣的練習 我克服了 我在修行過程裡面 讓我一直非常困擾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 因為我妄想還滿多 還有就是因為 以前還有點激活 然後心裡差 最連在外在的這種 人事物上面 那本來這些困擾的問題 那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也會吃虧 師傅跟我說 不需要在其他的念頭去 想要去斷我的妄想 或者想要去 去改變那個習氣 就是不斷的 向內絕躁 向內絕躁就可以了 那我就透過這樣的練習之後 我發現我這一年來 真的耶 我的內容妄想 還有就是 有一些 已經很深很深的 那種習氣 它是不斷的在融解 不斷的在波動 那師傅說 不斷的一直向內觀 然後面觀的一聲 外在的這個環境 被我的影響 它會不斷的一層一層的 一直一直的脫落 這個 我有感受得到 然後 就是 我也是在家裡 也是會透過網路去 聽了 說得講的 論習之音 那後來也聽了 美絕經 那就也聽了 那女經 那發現就是說 然後再報告說 來參加禪修 我才發現說 原來師父就是要帶走我們 去序入我們的自信 而去 不管是在講法 或是在帶我們禪修 或是任何時刻 師父都在做這件 要幫助我們去找到自己 自信而去 這件事情 所以 我就很珍惜這樣的 學法的一種意義 就是 內心裡面 會覺得說 這樣的經驗 是可以錯過的 那 那 我 接下來我想找到 我的感謝 就是 感謝我師父 然後也感謝 所有 護持福音師的父母 那我也很感謝 畢山師父 他幫我建立了 殘修的基礎 然後也帶我來到我們的事 當然謝謝法師父 對我一定的教導 我覺得這一生 如果有這樣的 學法的這種意義 走上沒有白 謝謝大家 請問 有感覺嗎 有嗎 這些事件事件 精品 詳細 而且 真的是非常用心的 學習 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